其实原先我在家里 我也买了很多器材 像潘老师说的 跑步机 扭扭机那些我都有 然后还有那种举重的 可是我发现在家里做 好像没有那个感觉 没有人看到我的身材 没有人看到我穿运动服 没有感觉就是 一定要人家看到 后来家里有的就不动 我全部都把它送人了 后来我就想说这样不行 所以我就去健身房了 我就买了很多的运动服 想说去健身房 我们偶尔也要拍一拍 让大家知道我们有正能量 对不对 在运动 然后我也买了脚踏车 也是纯粹就是为了 我们骑去这个河滨公园 像这些衣服都是我买的 我在这边只是部分 只是大概四分之一 你那是什么 什么衣服 车衣 我就是一些运动的 对 就是 有时候是同一个店可以买一堆 然后这些只是大概 我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的 对 车衣很贵 就是同一种买一堆 这边大概有四万块左右 有 我家里还有一堆 OK 我纯粹 这衣服这些要四万块左右 差不多 差不多 然后我家里还有大概四分之三 那我纯粹就是为了要拍照 那有一天我就想说 我一定要运动 我是真的很想运动的人 我就揪我的好姐妹 七 八个人 我们就开两车 我们就直接去 那个基隆的一个海岸 还是我提议 我说好 咱们就去运动吧 然后那天我们要运动 还没有拍照 想说到一个景点去看夕阳 后来那天我女儿刚好从德国打电话过来 那我就说你们先跑 我等一下追着你们上去 我先跟我女儿通电话 因为电话来了 我跑到一半 我不接不行嘛 那我就接了 他们就走到前面 后来我讲完之后 我跑一半我突然觉得肚子咕嚕嚕叫 好像好痛 不行了 可是我不能不追到他们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已经跑很远了 我就跑跑跑跑 突然整个蹲下来 你穿长布吗 对 下次这种经验 你可以把裤管绑起来 是喔 他才不会露出来 他就不会露出来 我问一下你有这些经验干什么 对 然后 我就躲在这个树荫下 后来我就在那边想说怎么办 正在游泳有一个男生 一个小鲜肉就跑过来 他在跑步 他全身都是汗水 充满男人的味道 OK 他就跑过来说 小姐 你怎么了 我说 他就一直要走近 我说不要不要 你不要过来 那真的很臭 我就说 我不小心那个了 他就好像闻到味道这样 表情有点怪怪的这样 弄弄鼻子 他说 我知道了 他说 他就很man的把他的外套脱给我 他的T恤丢给我 因为我觉得他不要过来 他就丢给我 他知道我发生什么状况 我就摸起来很痴 就心里觉得 春心荡漾你知道 那种 那种 春心荡漾 男生的汗水味道 他就觉得 这个真的是太感人了 他就跟我好心说 前面哪里哪里 OK 有个洗手间 你可以去那边换一下 他就在厕所外面等我 我就把我原先那个丢了 因为实在是不行 太臭了 绑了两件出来 我就跟他们留个line 想说下次我要回礼给别人 因为这个衣服 肯定也不能再还他们了 后来那个男生他很好心 他就也带着我 他说 这边你应该不熟 OK 我带你 我开车带你去服装店买 因此我又多了一套的 这个运动服 你确定这整段不是跟你运动 只是连换奖出来吗 没有 就是因为是你啦 就男生看到像这样的女生 基本上 对不对 如果是小悠你看他会怎么样 对 而且我跟你讲 经过如果是潘老师 他全身白 怎么可能借给你当屎 对 对 不可理 不可理也在急 那天就是又多买了一套 而且就是结似了小鲜肉 这样子还不错 他就买他衣服吗 我本来买新的给他 跟我说不用 你请我一顿饭好了 OK 对吧 那你后来有跟他在一起吗 还是要包一个 有发展吧 就是发展出不错的友谊 是啊 比比友谊 友谊以上恋人一下 因为 而且怎么还能同桌吃饭 不是满脑子都那个味道 对 我都要爱 对 天啊 天啊 都要爱 同样是女王 但欣恬也是砸了不少钱 但你真的是有在用 对啊 因为我玩铁人 脚踏车是超贵啊 然后滑雪是雪板也超贵 然后雪衣也超贵 对很贵 因为我脚踏车就已经30万了 脚踏车真的很贵 对 可是我要讲 这个30万啊 在铁人里面算是很便宜 一般版 有一些那种轮胎一个就30万 对 因为铁人他们都在比这些行头 是在比行头 今天不是比体力的 对没有比体力 我有一群朋友啊 他们啊就是 大家都买那种最顶级的脚踏车 然后平常就是放话拍照 然后上传到社群上面 然后让对方知道 我现在这一台车是最顶级的 然后他们一场比赛都没有比 就是在比车子啊 就是一场比赛都没有比 我这一台车啊 你知道我脚踏车也都很贵 然后我大概前后换过三四台 每一台也大概就落在30到35万之间 像我这一台就是因为我实在太喜欢它的外形了 我就没有换过 而且这一台已经五年了 所以就骑 我觉得是蛮划算的 欢迎大家找谢邦 找谢邦 你们找谢邦的车子 我们找谢邦全部都是脚踏车啊 也是公共车吗 有公共车也有啊 还有U-Bine 对 应该就是小宗吧 对 反正这样可以用脚踏车车 就可以来我们的小谢邦 每天都是内湖然后淡水来回 这样 我上礼拜才去一个就是 从南港然后绕 经过基隆之后上去平溪那边 然后再从木栅下来 然后反正总长度大概85公里 他身大概一千多 你很强耶 对啊 就是一个 那个都很硬耶 一个礼拜一次 你很硬耶 你真的很强 折完会怪怪的 他没有折完 我们会怪 对啊 所以很贵 但是有在用是还好啦 对啊 我没有在用的话才浪费 对啊 滑雪装备也是很贵好不好 滑雪 一个雪版大概也就三万块嘛 对啊 我也差不多四五张 你买到四五张开始 四五张 人间是限量 那么多个 然后就在朋友当中就觉得 你看怎么样 我有这一些 然后就觉得很痒 我觉得也是装备主 装备主 我也装备主 但是我不会就是要拼最新的 我要拼那种经典款 对 经典款 少在那边啦 好啦 网友对那种贾心运动 还有没有更多 受不了的地方 又云 好啦 现在就看到第三名 可能就跟雪瑞哥有点像 每次纠缠运动 自己却总是找借口逃跑 这占百分之二十七点五 有网友就分享自己有个姐妹 很想要减肥 每次都会揪大家去健身房 结果到健身房 冻眉十分钟 就开始觉得好累喔 是不是应该休息了一下 叫她继续动她来说 待会儿捡到奶怎么办 好啦 如果遇到这种 每次说要运动总是找借口人 是不是很无奈呢 真的超多的 之前要约大家运动 也是啊 永远啦 到前一天一定就说 我好像那个要来了 我好像怎么样怎么样 什么借口一大堆 我跟我老婆 我有时候会故意在我老婆面前 稍微动一下 做个福音挺身 要不然我躺在床上抬个腿 什么之类的 我说跟着一起坐 这样 她说好啊 她就趴在那边 然后趴在那边把脚这样 你说脚板上下 就这样 我有在做 她有做小腿运动 小腿运动 怎么会这样 就没有办法去影响到她 对啊 你们是不是也是借口王李欧伯 我 没有办法反驳 不是 因为我真的是 出去外面运动 我就是会很吵的人 因为我很容易讲话很大声 要不然就是我笑声 就是很大声的人 去健身房的时候 如果像是我们去 这样子推举啊什么的 这样胸推 对对对 那一推的时候我是那种 我最恨这种人 我最恨这种人 所以旁边 我旁边他们就说 你小声一点 小声一点 我说那你重量放小 你重量放小 他说好 我帮你再猜一组这样 我猜完一组的时候 可是你做到第三组的时候 我就会这样 又开始发出声音 要不然他们一说到 很好笑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这样 就笑得很大声这种 所以我就会 他们讲说我闭门怕尴尬 你会影响到 所以就想说 我就会发出怪声的人 所以你们就不要再找我出运动 这个在健身房会影响到 经常 不行吗 绝对 可是我都觉得还好 因为有时候运动真的要不生 不是 他有些时候是叫声 或者那个声音发出 太诡异了 太诡异 他其实那算是正常的 男生其实常常会听到会讲 这很OK 可是你怕是怕 是女生 男生在那边坐的时候 然后女生在旁边 他坐那个大腿那个机器 他都怎么叫 怎么叫 真的还假的 我跟你讲 那个有人这样举 他会受伤 然后他每次医生在那边 他扶在那边 他就自己在那边 然后就一堆人 你会发现就一堆人在 拿雅铃他在那边走动 他就在他周围 他一直在那边 他怎么样就不会离开那个 这个就很讨厌 因为这样真的会影响 所有的欺负 大概有人在那边坐那个人 然后雅铃他可以拿着走动 然后他 然后围一圈男生 然后他自己一个人 就觉得很骄傲 那他只有叫声就故意的 而且你知道 运动服就像穿比基尼一样 他们有时候就很短的 两节式的 所以当他在做那些动作的时候 你谁开玩笑 哪个男生受得了 尤其在夏天 现在又是繁殖的季节 真的 真的 你不要继续 你不要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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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搞了一辈的健身房 所以我很了解 你也应该慢慢看过 人家来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当这些女生 没去笑穿那么漂亮的人 在那边做这些动作 他不要做动作 他不要出声音 他光屁股在那边就这样 光做那个Squad 你光走到后面 你就会定在那边就不动了 很奇怪 因为没帮忙走了是不是 对 但是 还是会有些女生 穿着就像比基尼一样走过来 但是另外有个女生 后来走过来的 真的走过来 果然一票男生全部闪 他穿得跟比丘妮一样 我跟你讲 真的要看健身房 超好多 可是有一些健身房 现在真的有规定 人家不能穿 穿太少 真的吗 规定要穿得好多 不是 你看那一种 就是穿很少 然后还大波浪就全装 你就根本不是来运动的 太多 太超多这一种 可是我就是真的 就是为了大家着想 我就怕就是去了之后 大家的目光 都会聚集在我们这边 这一群人身上 所以我就不想去 然后要不然的话 有时候真的是 我必须要去助唱 然后助唱完的时候 就要跟大家喝几杯 隔天真的是宿醉 就没有办法去 只是有一次 我真的是蛮尴尬的 借口 我是真的在 不太舒服的状态之下 我就跟朋友讲说 我真的没有办法去这样 然后结果后来 他们结束之后 没想到他们会去 参加那个朋友的生日派对 我想说他们 应该浑身就臭臭的 应该不会去这样 结果没想到 在那个生日派对 我就会遇到我朋友 他们就说 Rush Ray 你不是说不舒服 我说 不是 可是有一次我是真的 为了怕大家觉得说 我是真的不想去运动 还特别去打了那个 营养点滴 然后呢 就是拍照给他们 我看上说 我真的是不舒服 真的还假的 还特别去打 你是为了不去运动 到这样 之前 你现在有在运动吗 他现在瘦很多 他瘦很多 他是瘦很多 但有没有在运动 偶尔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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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现在做什么运动 就是 就是杂杂宇宙 就哪那么一百零一支 是 运动只有一个东西 就是它呼朋营伴 对 一定要呼朋营伴 找一个跟你一起玩的 开心的 即使记者不开心 你要自己找一个 你喜欢的运动 才会有那个乐趣 对啊 那个很重要 跟你说我有带很多模特儿 一起去运动 然后我有碰过一个模特儿 他每次都一直看我们 就是去然后好像大家都很开心的 照片啊什么的 跟体态 他就说 为什么你们都不约我 然后我就说 OK 那我约你 因为我是帮其他模特儿 就是帮那个健身房谈赞助 然后那个女生就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也谈赞助 以后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那你们公司的都在那边 就是 什么笑容 某一家 帮朋友问一下 对 然后我就帮他 他私底下跟我讲哪一 不是 我就帮他 就是找公关 然后对接 可是过一个礼拜之后 我就说 那你申请好了没有 我们可以找你去运动吗 他就说 没有耶 我加了那个公关的微信 但是他都没有跟我讲话 所以你知道我会觉得 怎么可能 不是不是 因为我要帮你谈赞助 加了微信之后 其实你应该要主动讲话 但是他就比较娇滴滴的 他就觉得说 对方没跟他讲话 他就没有讲话 等人家联络 我就OK 然后我就帮他跟对方公关说 不好意思他害羞 怎样怎样 帮他瞧好 还帮他弄了一个顶级会员 就是不限次数那种 可以一直无限上的 因为有分 有一些是什么 一个月可能几堂 什么的 我帮他用顶级 就都不用钱 对 但他后来还是一次都没有出现 然后一直问他说 会员不是申请好了吗 你要不要一起去 他就说 我在搬家 最近不行 然后 用我最近生病 然后一样 我那个来 然后可是我看了他上个月 那个来跟这个月的那个来 时间实在是很不稳 他的 他的惊奇是 你也蛮变态的 去见人家惊奇干什么 不是因为我要确定 我以后到底要不要约他 因为我要知道他是不是借口 就我看了一下就觉得 那这应该就借口 基本上你约三次 拒绝三次就可以不用约了 对 今晚开战吧 让你永远选北边 今晚开战吧 让你总是会成战 新时态互动式综艺 快快来订阅 按下小铃铛 小铃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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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